好的 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個螢幕的 畫面的部分 其實你們剛剛不知道有沒有注意到 我剛剛不是有讓大家來 用這個 白板嗎 對不對 我有沒有把那個網址就貼在上面 還可以放大縮小 你有沒有印象 在這裡 你看 我把這邊 比如說我把這一塊 我把它弄起來 你看 有沒有就把它 可以像這樣放在這裡 像便利貼一樣 那什麼時候 你會不會 去使用到所謂的影像 就是畫面的擷取 什麼時候各位需要用到畫面的擷取 除了說你可能要在簡報裡面 然後或者是報告裡面 還有一個你們有機會用到的 比如說有沒有在網路上購物買東西買過 一定有對不對 請問如果你購物的時候他要有那個轉帳號碼 你沒感覺 然後我就把它貼起來 然後就比對一下 我在轉帳的時候我就可以直接在這裡看 我就不用切回去這裡看 這樣沒有比較貼心一點 而且下次開機還會在 這樣會不然人家看到你去哪裡買 哈哈哈哈 開玩笑 這個小軟體我覺得蠻不錯的 你可以把它當作一個 好像 除了抓螢幕畫面還可以當作是便利貼 便利貼 我覺得這個就還蠻方便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個地方 差別在哪裡 這個東西呢 叫做 Sneep paste 這個 Sneep paste 你往下走 你會看到這裡有一個 這個 有沒有叫Sneep paste 跟PickPick 因為 比如說像我們 教學單位的話 有時候你在做教材文件 這個時候 就要把 很多畫面 對不對 很多注意事項 是不是要講清楚 說明白 那你就要做那些圖 把它做好 那麼 這裡呢 這兩個軟體一樣 都是 免費的 好都是免費的 也都有 免安裝的版本 那麼 最特殊的就是 這個叫Sneep paste 我先給各位看一下 你如果到官方網站去 他本身呢有 Windows SP的版本 有32位 也有64位 好那 你從這邊下載 他本來就是 免安裝的版本 好就是免安裝 當然如果你有 蘋果的 就是蘋果咬一口沒吃完的那一種 這裡也有MAC版 也有MAC版 所以 你可以從這邊去下載 那麼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跟我們一般的 把螢幕畫面抓下來 哪裡不一樣 請問平常各位 你抓螢幕上畫面 你都要怎麼做 鍵盤上好像有一個對不對 以前是 把它印到印表機 後來就變成擷取畫面 如果你會用那個 至少 你要會搭配一個快速鍵叫ALT ALT 因為 如果你用print screen 那個快速鍵的話 我是把全部的畫面是不是一起抓下來 有沒有會發現會包含連下面開始 那些都抓到了 如果呢你用的是這個 來比如說你看我來這邊川普這個 假設我今天我只需要 這個視窗就好 有沒有川普這個視窗 那麼 你就按住ALTALT加print screen 他就只抓到這個視窗 真的還是假的 我把它貼出來 你看 有沒有分身了 對不對 我現在剪貼的目標是這個 就是像這樣 所以如果說你沒有任何工具 至少這個快速鍵你要知道 那 我們剛剛用的這個snip paste 如果你下載下來的之後 給各位看一下放在這邊 snip paste 好 你打開之後看你是幾位元的 打開 一樣 因為是免安裝 裡面就一個執行檔 就這樣而已 就這樣 所以呢 你執行了之後 我們來看看要怎麼樣來把畫面抓起來 一般我們在抓畫面的話呢 其實 他的快速鍵是F1 鍵盤上的F1 如果你有執行的 其實你滑到這上面來 我把這個上來拉開一點 看得比較清楚 這裡 就是他在這邊 其實就是什麼 有沒有看到快速鍵F1跟F3 F1就是抓圖 F3就把它貼出去變成像 像我剛剛一樣貼在 釘在上面 好 那我就按F1 來 F1 好 平常我們在抓畫面 我是這樣一抓 確定了之後 是不是就抓完了 可是有些人就是沒有那麼準 萬一你這個地方沒有選好 是不是要從哪一次 他不用了你看 還可以再調 有沒有 你可以再針對你的選舉範圍再調整一下 甚至我整個移動也可以 好這是第一個優點 第二個 他當然下面這邊也有這些工具列 那我最喜歡的是因為 比如說他在比這裡 我們就 框起來 啊 框框太小 滾輪給他按下去 有沒有 滾輪往前往後就調整 對不對 還可以嘛 當然你要變圓了就變圓了 對不對 很簡單 好 所以 這樣好了 然後你看他的箭頭 我喜歡他的箭頭 因為一般我們的箭頭 他預設的是這一種 也不能說難看啦 但是 因為你還沒有遇過 下一個更好的男人 開玩笑 就是這樣子不好 你可以換一下 在這邊 你看 這樣 有沒有好一點 一樣 不夠出滾輪 滾出滾輪 有沒有好一點 對不對 那當然馬賽克啦 這些都沒有問題 馬賽克 這些都有 那打字的部分 如果你有需要像這樣有外框的 下面這個 就是這個地方 有沒有 他的選項還算 不少 那你做好了之後 重點在右手邊 這三個 一般我們直接 複製到減撇布 沒有問題 或者直接儲存 都OK 可是呢 你有沒有看到 這裡有個圖釘 這個就是你可以把它釘起來 也就是說我不見得 這個圖 可能我只是暫時先 要來比對嘛 不用存下來 我就把它邊利貼 按下去 你看有沒有抓起來 對不對 那 跟一般的邊利貼 又有點不一樣 因為一般邊利貼 大小 就那麼大 可是這裡你用滑鼠滾輪 有沒有可以縮小一點 因為有時候 我暫時留一下嘛 要看的時候再放大就好了 我 暫時先不要站那麼大位置 這樣 有沒有比較簡單一點 那你需要它的時候怎麼辦 你就把它放大 萬一還需要做一些註解 你就按右鍵 直接標註 有沒有又回來了 是不是又回來就可以繼續 在這邊 你要再塗鴉就繼續塗鴉 就可以用 不過當然它有缺點 就是你剛做的這些內容 就也是不能夠再改變 所以這是它的缺點 可是 因為它的這樣子 所以 可是好用 這個呢 下次開機會不會在 當然會啊 所以 如果你的電腦要交接 交接給下一位同事的時候 有什麼注意事項 你留在家的話 他如果打開沒看到 你就可以怪他 一定會在 一定會在 對不對 桌面留一張 電腦留一張 開玩笑 反正 這樣的話比較方便 那 這裡呢 有一個 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你不要的 你按右鍵 這一張 有一個 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關閉跟銷毀 下面這個數字就是他抓的那個畫面的大小 關閉跟銷毀 請問有什麼不一樣 你覺得有什麼不一樣 基本上 關閉的話 檔案還在 你看 也就是說其實我們剛剛這樣抓 他事實上只有把畫面 儲存下來 檔案儲存下來 你可以在這個資料夾 這邊 可以按一下 我給各位看一下 我現在抓了兩張 有沒有看到這兩張 對不對 那麼如果你是關閉的話 我以這一張來講 如果我把它關閉了 檔案有沒有還在這裡 對不對 可是如果我是銷毀 檔案馬上就刪掉 但是這一張因為我已經關閉了 所以他在下次開機的時候 這個檔案就會不見 等於說你現在關閉是 還沒關機之前 他還會把你留著 當然如果你一直留在上面 他就一直保留在這裡面 就是如果你把他定在這邊的話 那麼另外一個是什麼 我們剛剛是針對畫面對不對 我們雖然 剛剛 有分享過Ditto 也很好用 那如果呢你只是臨時性的 你也可以這樣子 我把這一個 選起來 我把這個文字選起來 Ctrl加C 對不對 複製 你按鍵盤上 F3 有沒有一樣把文字 複製起來 也好像剪貼布一樣 對不對 你按右鍵 有沒有一樣可以變純文字 跟HTML 他也可以類似 就是當那個 比較簡易的那種 文字式的 剪貼布 只是通常有Ditto的話 我就不會用這一塊 因為Ditto 可以的功能更多 所以 這樣的話 是不是就 比較方便一點的 不管你是文字也好 圖片也好 因為有時候我是把文字拿來當 Memo 那個 當作是 便利貼 也是不錯的一個方法 也是 這個是給各位 參考一下的 我們的SniPaste 你可以像這樣用 那 他剛剛的那些特點 就是跟很多其他 類似的螢幕截取 比較不一樣 那既然講到這邊 我就順便提一下PickPick PickPick應該是我用最久的 SniPaste是我這兩年在改掉的 改增加的 我剛剛有跟各位介紹 我也不是一個忠實的使用者 有更好的我真的會跳過去 因為我希望 我的工作效率更好一點 對不對 好那PickPick呢 一樣的 您可以讓他官方網站去看一看 他有那個 免康裝版本 我就先執行起來 在這邊 他也有中文語系 可以切換 那執行了之後呢 他跟我們剛剛用SniPaste不一樣 是他可以針對多個 就是 抓圖的畫面來做編輯 因為SniPaste約這張只能抓一個 對不對 你要編輯他可能就 那個 那沒關係 我 馬上來做一個 比如說你看我們在這裡 我想要把這個地方 我用這個 我來這邊抓 他的截圖的功能 螢幕抓 截圖的功能會更多 包括了像我們一般的全螢幕 甚至捲動視窗 有些時候畫面比較長有沒有 還可以捲動 把整個完整的 把它複製下來 就先用矩形就好了 好 矩形的部分來你看 我們來這裡 矩形 矩形區 好我就把這個地方抓下來 這裡一個 對不對 那我再去抓 另外的 這裡呢 我也再來抓一個 其實你也可以拿那個什麼 拿那個Sniper抓好的貼過來也可以 所以通常我就是他做不到的 我就用PickPick來幫我們完成 你看 有沒有兩張都在 對不對 這樣 好那今天如果你要用這個 他有一個很大好處是他有這種圖章 這個 除了你看到箭頭外我最喜歡就是數字 這個 因為呀 很多時候我們要做教學 我們會需要 請你按這個地方 好 外框什麼那都可以改好那都沒有問題 然後呢可能等一下是按這個地方 這時候圖章就可以來幫忙囉 這也是步驟1 點了 你可以選你喜歡的樣式 好這也是步驟2 點下去 有沒有就自動變了2 步驟3 這樣有沒有簡單一點 還是你要自己編號 因為有時候我們有就是有那個 順序式的 這樣子就很方便 那他的那個箭頭 也有他的優點 因為他說一般箭頭之外 他是可以有這樣子的 比如說我要指這個資料 好一樣我把這個 弄大一點 你看 你看這裡 他有這種曲線箭頭 這樣是比較靈活 對不對 那他這些內容 他這些內容最重要就是說 這些內容 不像CinePaste的 做進去就不能改 只要你沒有把這個畫面關掉 這些都是獨立可以再改 都是可以獨立在改的 那這樣是不是就方便 而且箭頭的樣式有很多 甚至你要做那個什麼 就是 虛線的 這裡也都有 這也都有虛線 也都OK 所以 基本的功能他這邊其實就相對 比較完整 好相對比較完整 那當然他也有一些像做一些 馬賽克啦 那些特效 比如說 你有帳號密碼地方 我們就不適合 那這個時候呢他就可以像這樣把一個區域框起來 我就直接馬賽克 這樣就先處理 那你就可以再把它拿出去用 再把它拿出去用 所以這個是他的優點 所以有些時候我看教學的方式 需要的方式 可能有步驟式的我用這個來做就速度會快很多 就不用再一個一個快沒有那麼大 這個是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 PickPick 其實我就會跟我最近 這一年比較常用的SniPad把它整合在一起